我的名字叫张盈慧 现在的职业 目前的职业是一位音乐老师 我是在教钢琴的 那个时候 突然间我的眼睛就出现了一些的毛病 到最后呢 甚至有一只眼睛也是已经下了 后来呢 因为难以接受我就患上了忧郁症 患上了厌食症 我就看到东西 我就会觉得要不想去吃 然后我也不想见任何的人 我就只是想睡觉 一段时间呢 我的日子很难过 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盼望 我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就到此为止了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我的以后的人生会是怎么样 如果能能 che控制起来 我是否真正在